2019年5月5日7点58分联合报记者雷光涵及时报道气象局预测西半部高温月28至31度,东半部月27度,中午前后较为闷热,本报资料照片分享气象专家吴德荣在三立准气象老大谢天机说,今天各地多云时晴为热,午后山区及临近平地可能有局部阵雨,但今晚起梅雨季第二道封面逐渐接近,水气增多, 各地降雨的几率大幅提高,吴德荣表示,最新4日20时欧洲中期预报中新模式模映显示,今天北部高温约29度,中部30度,南部31度,东部29度,但今晚起封面逐渐接近,大气区不稳定,周一,二封面影响,各地唯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,他说,周三降雨稍缓,周四,五封面的水气再度增多,像雨疫区明显, 封面影响期间,大气不稳定,有中,小尺度对流系统在其中发展,并伴随剧烈天气的几率,周六封面逐渐远离,天气好转,各地为多云时晴,山区午后仍有局部雷震雨,中央气象局表示,今天主要吹偏东风,上午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,马祖大致为多云的天气, 新门,南部,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震雨,下午起因,华南中层云系东移,中部地区及澎湖将转为局部短暂震雨,另外午后也请留意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震雨, 气象局指出,由于来自于华南及巴士海峡水气逐渐增多,预计今晚至明天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将会逐渐提高,温度方面,预测西半部高温约28至31度,东半部约27度,中午前后较为闷热,外出请注意防晒,并适时补充水分,周一,二封面逐渐接近及华南水气冬移,各地天气不稳定, 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震雨,周三,四封面延伸至台湾地区,全台天气仍不稳定,各地降雨几率仍高,特别提醒封面附近容易伴随中,小尺度系统发展,有局部较大雨时发生的几率,请留意气象局最新的天气预报,周五,六封面逐渐远离,天气回稳,来自布洛克阿兹,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